太薄了 晚上好 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 晚上好 对啊 就是 不是上一次吗 叶总给我求婚的那一天 我觉得我的头发太重了 就正巧那一天 我把头发剪了好多呀 结果我还不知道 只有姐姐阿姨们吗 还有哥哥对不对 还一些哥哥 上一次 今年你怎么不发视频 你们想看视频吗 想看视频是不是 你是四川哪里的 我是四川乐山的 我的家乡是 马鞭一族字字线的 马鞭一族字字线的 马鞭好久变成一族字字字线的 马鞭好久变成一族字字线 就厉害了啊 是视频号 还是有很多家人们在等我们直播 也收到了很多私信说 怎么老不直播呀 其实我们视频号的粉丝比抖音都还要多 家人们应该是看不到 家人们应该是看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视频号很久不播的话 家人们也会 就是收到 会收到很多的私信 叶总呢 他过一会儿就来了 他在路上呢 你是结婚还是订婚 你猜一猜 你觉得呢 看到很多家人都在问啊 看一下呢 我把这个卤关一下啊 家人 极脸美丽造反 谢谢啊 谢谢眼圈怎么这么黑 黑吗 我自己是看不到 自己没有这么看得出来 真要黑一点 那我坐过来 那我坐过来一点 那我坐过来一点 家人们 这样子黑不黑 感觉这样更黑了 怎么没有直播提醒 应该有吧 那可能是平台的问题 眼睛很疲惫 真的呀 那我就这个方向 因为我现在在灯关下 在灯关下面 所以的话可能看起来就有点糊 我用这个纸巾给这个手机插一下行不行 插一下 视频好看 视频好看 视频的话是全是叶总用语言相机拍的 所以的话要高清 嗯 是订婚吗 是呀是呀 这一次是订婚了 如果还是糊的话 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 嗯 晚上好 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 有点暗呀 这还暗吗 这样呢 这样呢 灯关亮一点 亮不了喽 家阿姨 没有前 这前面的灯我都开了 因为我可能在灯下面 知道吧 你看这上面有灯的 还没有这样灯 就可能灶着会黑 知道吧 哇好多人呀 这样啊 因为很多家人刚刚进来的 我们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 点这个更多分享键 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 因为我刚刚开直播 很多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开直播 但又错过直播了 不按就好啊 那就好 只能将就了 因为我这前面没有灯之类的东西 乐山穿妹子吗 对对 我就是罗三嘞 罗三妈边的 订婚 订婚怎么没有看到 三方父母 我们家长是来了的 然后的话我没有给他拍 来发在网上 知道吧 我不可能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发在网上 你没看到我那个叶总的视频里面 有一个角落内吃了一桌饭 我的旁边是占了我的小姨 我的小姨的旁边还有一个姨妈 姨妈的这边背边 还有就是我的妈妈 还有范范父母 全部坐在一个大桌子上 但是还是拍到了我小姨那天 但只拍把它发了一点点她 好喜欢你们谢谢啊 感谢这个阿姨还是姐姐 谢谢你哦 谢谢你的祝福 订婚是打阵 打阵吗 什么意思 主播是四川的吗 对啊我是四川的 喜欢我们的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个加号 点一个关注哟 是阿姨 谢谢你哦 没有半结婚 我们是干订婚知道吧 看看订完婚 几年好久不见祝你两天天开心 谢谢这个阿姨 谢谢你的祝福 也希望你每天开开心心的 没有看到你挺困 那可能是因为你最近没有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可能就看到视频了 直播了 直播了刚看到有弹出来吗 有没有显示直播弹评 好像他们说 这个直播现在都不提醒了 天天看你们的视频 谢谢啊 谢谢大家的喜欢 嗯 这个评论谈的快太快了 评论谈得很快 有提醒哦 那微信挺好的 因为有的阿姨说没提醒 有的说有提醒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提醒给取消了呀 晚上好 家人晚上好 叶总的话 他在路上啊 他现在还应该九点半左右应该就到了吧 这两天天气特别热 上一次在就是云南那边就很凉快 很冷 然后我们四川这边的话 尤其是我们家乡这两天都是高温天气 非常的热 你们要注意纵薯油 多喝一点水 尽量少去大太阳下直晒啊 你穿的那个裙子在哪里买的 我现在啊 你说我现在吗 今天越来越好看了 没有没有 夸奖了 就是大家 不是因为我好看 是因为你 你就是 你的心里 就是很美好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物 你都觉得很好看 知道吧 如果是你就是很烦躁的心情 或者说 就是一个平复不下来的心情 你看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就觉得这些好烦呀 就是这样的 我放远一点了 因为大家说很暗 越来越来越不想看 看你视频 你们视频 你不想看的话 你可以不看呀 对不对 就是希望我们的视频是给那些喜欢我们的看 知道吧 如果你看着就是不好看你也可以不看的 对不对 你不能让自己很难受 知道吗 就是我们是给那些喜欢我们支持我们 祝福我们的姐姐和阿姨们看的 上海很热 对应该很热吧 所以的话你们要注意 不要中暑了 不要去大太阳下 直赛 因为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家人们一些哥哥 包括一些叔叔 也是很喜欢我们 就是也经常给我们发私信 然后也有很多姐姐 还有一些阿姨 甚至一些奶奶 也是很喜欢我们 一直祝福着我们 我们就是会带着这些祝福 我们会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好 就是走向幸福 对不对 过好每一天 而不是说我和他天天 你想 难道是想看打打杀杀的那种吗 对不对 我们两个的话就是说白了 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对情侣 现在就是记录美好生活吗 你是他的第几任 你打电话问一下他 我也不知道 知道吧 想叶总了 他9点半就来了 家人们9点半就来了 今天说话是很有分寸的 分寸 谢谢啊 夸奖了 上一次买的香菇太好吃了 带好了又香肉也厚 大家如果吃着觉得喜欢 开心就好 就是 包括你们买的一些东西 都是要自己喜欢的 如果不喜欢吃就不要去买 因为现在 就是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家庭很普通 对 我一直都说我家庭很普通呀 我也没说过我家庭 就是很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我的 我买了羊对军 谢谢啊 谢谢啊 新年新代 就是因为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都很普通 所以我就更加努力啊 我是家里的希望嘛 就是也是 但是 我家里的人 他们老一辈的肌肤 都是没有上过学 没有什么工作 所以我就要更加努力啊 大家都觉得这些东西很好呀 大家吃着喜欢就好 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非常感谢 感谢这些阿姨和姐姐们 还有一些哥哥 还有一些叔叔 谢谢大家的信任 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直播间 带回家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很满意 我就觉得很新闻啊 真的非常的新闻 非常非常的觉得 内心感觉就是 大家吃到的东西 确实我给家们说啊 每一次能够出现在我们 直播间的东西 品质肯定是非常非常OK的 我们才会分享 品质不OK的东西 我们是不可能在我们直播间挂着 你看因为直播间随时都好多人 对不对 所以的话细节必须要做好 上苹果 苹果我都 这个季节不知道过没有 上一次我好像给家们分享过 那个苹果大家就很喜欢 谢谢感谢 你的感情应该学着走 然后不能丢太可惜了 是这样的啊 因为就是我是从小 我没有在这种环境就是学什么 钢琴啊 学什么跳舞这些不可能的 因为在我们家乡根本没有就是说 有很大的那种机构啊 或者说教我们这些从小的童子工 我们当地是很少的 我是读高高中的时候 读高二的时候 因为自己爱好 我很喜欢 我从小就是那种多动症 我妈妈就从小的时候 我妈就要说 我就说我是一个非常爱动的孩子 就是在我很小几岁的时候 我进度下来的 我到至今为止 你们应该很少听说过我追剧吧 是不是 因为我从小我在家里面 我我哥哥呀我妈妈他们 我的爷爷他们很爱看电视 我是一个从来不看电视的人 我的心静不下来 就是随时就是那种多动症 就随时都感觉很爱动的那种 然后的话就是读大二的时候 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读高二的时候 然后我们因为当地嘛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县城那个时候 然后就会有很多 很有爱心的老师 免费给我们上声乐课 我就会去 然后免费让我们摸一台感情 然后我们就去学 但是你说我很专业的话 我真的我就是 也不是说就是那种很专业的 就是说是个人爱好 然后因为自己爱学习 所以就像我们高中的时候 有免费的一些外地那种 资助的老师呀那些进来呀 或者这些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去学一下 学一些基础的东西 但是很专业的话真的 那肯定比起那些大城市的孩子 那肯定是天差地比的 那别人从小培养 我们的话是因为个人爱好会一点 表面上的那些唱一唱跳跳呀这些 有天赋呀 我只记得我那个时候读高二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声乐老师 他就说你这个嗓子是天生的阴色 他说我的阴色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阴色很好 他说阴色条件 因为我是女中阴嘛 然后他就说可以培养一下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年了 已经读高二了就是年龄很大了 就可能也没有什么条件去什么一对一的 上那些私教课呀什么的 没有这些条件 只能学一些表面的东西 就是一些基础 是个人爱好 汽车要学 汽车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那肯定就是还是会直说 肯定没有那些老司机那么会摸方向盘 肯定不敢 对我到至今为止我都很羡慕那种 每天可以跳舞的那种女孩子 就是人家自己办了培训班呀 那些我就很羡慕 我就觉得别人每天可以因为自己的爱好 然后开一个培训班 天天在舞蹈室跳舞 我就觉得好羡慕 然后还有那种弹钢琴的呀什么的 只是说这长大了生活嘛 就不是说自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自己的人生轨迹 那别人和我的环境不一样 你在家你天天自己跳那不上不去上班吗 叶总喜欢你什么 嗯 他回来了 你问的这个问题真强 我回来了 你买了什么呀 我给你买了点吃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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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样 我开一会儿直播 你开直播呀 嗯 来啦我给你买的好吃的 你看这个女子多坏 你猜一下这么多女子多少钱 你猜一下 不知道 你猜一下 这个我的天哪 我刚刚在路边看到